尾關同樣是英超的賽事 李斯特成對卡迪夫城 釀一球有點佛味 不過都穩陣的 1.94倍 釀球,不要釀球主合禍 釀球主合禍我覺得真的未必能開到 我覺得這球是一球而已 一球你選一球就是搏走盤而已 一球我覺得是很有信心 兩球我覺得是比較困難 所以其實你要我選 減一禍我覺得是值得買 因為李斯特成這對球很守規矩 他不玩甚麼花神 他也是以前的利技有點像 都是釀上去,不會說中場很漂亮 說短傳矮小組組織做得很漂亮 不玩這些 不是華麗的球隊 贏球是贏一球的 對福特贏過兩球 其實通常贏一球就打穩陣球 也有一些中規中矩的球隊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 所以對卡力夫城主場其實都相當穩陣 你要他贏球 卡力夫城現在排在榜尾 下降班的漩渦 當然現在只是貴中 希望他可以生勝一點 李成這場贏就沒問題了 我相信 但是贏約成一球我覺得是有點佛味的 我覺得這個盤開得好 你說讓半一 我覺得拿著半格都會穩陣 但是你說讓一球球半 我就選卡力夫城 因為李成贏球是不會贏多過一球的 經常都 很經常的 所以 李斯特城讓球中一和 他減一和 其實你有留意 他比其他球隊是偏低的 平均值是偏低的 因為他經常贏球都是贏一球的 所以你看到那場贏真的特別低的話 其實真的有信心 李斯特城贏球 那你直接可以買一個主客和 但是主客和我看過賠率更加佛味 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所以這場我覺得走盤就走盤 就算不走 我覺得一球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少住單頭補個減一和的 但是如果你兩邊要我選 我就唯有打拼他 看看能不能弄多一顆 一球就覺得緊局了 那能不能入多一球呢 看命數了 這場簡單單單 要一個理成減一的讓球 記住讓球